時代論壇今期的專題是教會招聘教務困難 甚至也找不到足夠的教會幹事 坊間一個看法就是在過去一兩年 有不少的教務及幹事移民外地 加上有不少教務退休 跟香港情況一樣 人才流失 到底是教會從業員的供求出現不平衡 還是這個行業根本就是適微 香港的就業市場 還是面對著求多於公的狀態 香港教會竟然反行其道 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當然沒有人知道真正的理由 因為香港教會沒有一個機制去收集及分析情況 所有的狀態都是靠古的 所以香港產生不少教會評論員 他們隨意給你一些理由 不少人就信了 他們隨意講講沒有需要付出責任 別人還以為他們是專家 我則認為香港的教會人才不平衡有三大原因 第一個是香港的教會數目太多了 香港有1200至1300間教會 其中不少都是中小型堂會 就是大型堂會的會有人數也漸漸下降 不少的小型堂會創辦人都是因不滿其原本的堂會 自己開一個自己能話事的堂口 開教會容易過開米舖 用經濟的角度來說 當供求不平衡的時候 我們可以減少供應 需求不便的話 就會慢慢達至一個平衡點 然而教會會給你千萬個理由說 不能合併 也不能關門 最後還是將上帝擺上台 第二個理由就是基督教宗教行業適微 以前教會還可以用事奉事為主受苦 現在這個理由也講不過去了 在教會中工作不容易 又難拿出成績 最慘的就是要受氣 最慘的就是受主任牧師及執事會主席的氣 宗教從業員在社會中 隨時可以找到 比做全道人更高人工的工作 準時放工上班 一樣是侍奉上帝 何樂而不為 第三個理由就是教會招聘的要求過高 教會代理人不是尋找合適的工作人員 而是尋找一個完美無缺的超人 要彬彬有禮 外貌善良 說話得體 入得教堂 出得大場 另外要學父五句 周身都 事事都能 樣樣都正 又能處理日常事務 也能作策略帶領 這些要求比世族的CEO的要求 還要高上幾倍 這些是個人的意見 不同意的少下就算了 質疑 可以有意見 是個人的意見